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磊支持13岁的女儿染紫色头发 上了热搜 全网都为黄磊对孩子的开明与尊重点赞 纷纷说自己也要像黄磊一样教育孩子 黄磊夫妇因为教育 已经不是第一次上热搜了 看如今13岁的多多 美丽大方 英语流利 会弹钢琴 与斯皮尔伯格弹电影 与何炯一起演话剧 初入国际秀台 优秀又懂事 这让很多家长产生了孩子被甩远的感觉 于是非常焦虑 他们也想给孩子这样好的教育 可是无法做到 只能尽可能地托举 让孩子的衣食住行和所受的教育 都远超家庭的实际生活水准 其实这种做法是不太可取的 我们尽自己能力 给孩子好的生活就可以了 只是这一切要在家庭的实际生活水准之内 不要让孩子产生错觉 越早知道自己处于什么环境下 正常的消费水平是怎样的 能借助什么力量 完善自己的生存技能 对孩子来说就越好 这两年 有些非常有意思的形容词 叫穷人家的富二代和农村少奶奶 懒惰 自私 无知 傲慢 没教养 不知天高地厚 这些词曾是富二代常有的恶劣品质 然而现在我们发现 不管穷人富二代都染上了这些恶习 2009年 河南罗山县一名23岁的小伙杨索 活活地被饿死在家中 据村民透露 这杨索四肢健全 精神正常 在几个堂兄弟里 属他最聪明 他就是懒死的 这孩子懒到什么程度呢 他连大便都懒得走到屋外 就在旁边挖个坑 把点土盖盖 屋里臭气熏天 有人给他介绍工作 他贤苦贤累不干 蹲着讨饭 有人给他送肉送菜 他连动都懒得动 眼看着肉坏掉 也不做来吃 杨索饿死后 他的事迹被改编成纪录片 最爱惊动了观众 当然 没有人天生就这么懒 杨索的父母 是真的把他当成皇帝供着 八岁时父母还挑着他 不让他走路 他想要帮忙做点什么 就会被父母阻止 村里小伙伴 一年才能吃上几次的猪油膜 他一天可以吃两次 甚至咬一口就扔掉 杨索十三岁时 父亲去世了 母亲才发现不对 母亲想让他帮自己干活 竟然被他直接拒绝 多说几句还要被打 杨索十八岁时 母亲也去世了 五年后 杨索终于在一个大雪天 被饿死 在杨索独自生活的五年间 有无数的人帮助他 但他就像一滩烂泥 谁也无法改变 父母死了 他依旧是皇帝 孩子的性格形成 是不可逆的 幼年时期 没有养成良好的生存习惯 长大之后 他们就会拥有 非常痛苦的一生 而农村少奶奶 也顾名思义 只一些农村的媳妇和女孩 被家里人宠得不像样 衣服非名牌不穿 水果非进口不吃 工作稍微累一些就不做 在家里一直弃势 现在 因为一些农村 娶妻妇比较难 这些农村少奶奶 就算这样作妖 也还是有人供着的 但以色带人 色衰而爱持 等过几年 丈夫还会容忍他们作吗 就算会一直容忍 家庭条件也不允许 等公婆不能挣钱了 还能供得起这少奶奶吗 所以我所认识的 这类小时候被爸妈宠 长大被公婆 丈夫宠的农村少奶奶 都是过几年好日子而已 之后都非常惨 家里什么条件 就怎么养孩子 养成穷人家的少爷小姐 真的会害了孩子 也害了自己 因为这类孩子 必定成为白眼狼 如果我们去问父母们 你想养出白眼狼吗 所有的父母都会回答 当然不想 然而 他们在现实生活中 却不是这样做 比如 我曾听到的 这么一个真人真事 一个奶奶 总带着孙子 去一家面馆吃牛肉面 两碗面端上来 奶奶总会把自己碗里的牛肉 挑给孙子 然后再开始吃 有一天 奶奶在拿餐的时候 就提前把牛肉挑好 端过来后 孩子一直等着不吃 他质问奶奶 今天为什么不把牛肉挑给我 奶奶解释 刚刚已经挑过了 孩子不信 开始闹脾气 用筷子在奶奶碗里 翻来翻去 说牛肉被奶奶藏起来了 甚至掀翻了奶奶的面 赌气不吃 奶奶赶紧哄 说你不吃怎么行 正长身体呢 想再买一碗 把牛肉挑给孙子 这时店主看不惯了 说 我的面今天不卖给你们 最后孩子爸爸过来 一连点了五碗面 把牛肉全挑给儿子 然后把口水吐到碗里说 我自己的钱 想买多少买多少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我们几乎可以预见 这孩子长大后 一定是白眼狼 因为他的家长 就是照着白眼狼养的 生活中这样的场景 屡见不鲜 尤其是隔背教养中 爷爷奶奶对孩子 无底线纵容 一来伸手 反来张口 孩子一言不合就怒吼 甚至还敢动手 对此 长辈们却毫无反应 甚至有的长辈 还觉得自己孙子会骂人 打人了挺骄傲的 然而 这种溺爱 才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 心事有多毒 才会溺爱孩子 你让孩子长大了 如何生存 社会可不会溺爱他呀 比如这条 曾引起极大关注的新闻 12岁男孩 因为家长不给他买玩具 就当街殴打家长 怒吼 拽头发 掐脖子 看得人心寒 没有任何一个孩子 天生就是白眼狼 白眼狼 是家长用一言一行 一粥一饭喂养出来的 如果孩子不笑 那是教养出了大问题 我们是时候打破造梦行为 给孩子真实地教养了 让孩子知道 这世界真实的样子 自己家的真实状况 和自己做事的界限 孩子只有知道这些 才不会动不动 就提无理要求 第一 学会自我控制 学会自我控制的目的 是为了让孩子 对自身有掌控力 让孩子明白 暂时地控制住自己 能得到更大的好处 这也叫 延时满足能力的训练 这样的孩子 才有耐性 等孩子大一点 面对学业压力 你对他讲 现在的忍耐 会换来以后 轻松一点的生活 孩子才知道你在说什么 因为他对这个是认同的 也是习惯的 相对比 没有耐性的孩子 别说长时间 忍耐学习的枯燥 就是做四十分钟 他们也做不到 因为临时的满足 总是更有诱惑力 第二 让孩子体会痛苦 有的家长 一点苦都不愿意 让孩子受苦 恨不能全部帮孩子代劳 一切以孩子为优先 这样的教育方法 最容易养出自私的孩子 因为他们从小开始 就是只对学习负责 他们眼中没有过别人 自然也没有同理心 没有经历 就没有感同身受 第三 要教孩子经历挫折 人生很痛苦 我们经常会遇到 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事 经常我们觉得 无力 委屈 愤怒 走投无路 我们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再也坚持不住了 有的人就真的放弃了生命 但其实 还是可以坚持的 经历这种引导的孩子 在未来的人生中 会更加坚强 他们会知道 没有绝路 只有放弃走路 第四 同理心教育 让孩子成人 人与畜生的一个很大区别 就是人能产生同理心 这是一个人拥有 良好品德的最基本保证 一个没有同理心的人 不会孝顺 不会有爱 也不会帮助他人 美国第十七任大法官 曾在儿子的毕业典礼上 发表了一篇另类的演讲 就是希望儿子成为一个 有同理心的人 他助儿子不幸并痛苦 世界真实的样子 本就在那里 不是你硬给孩子 制造梦境 就会消失不见的 要试年龄与接受度 慢慢告诉他们 生活的真相 孩子总有一天 要与生活短兵相接 你曾经对孩子 隐瞒多少生活 真实的样子 孩子就会受到多大打击 好了 今晚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 不要忘了在下方点赞哦 我是云湾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